这是位于波士顿北部马尔登市五二烤肉店的厨房 厨师们在为下午五点开门营业做准备 专门负责烤串的美国大厨乔纳森·奈特正在做烤鱼 他因为爱吃中国式的烤羊肉串 所以才申请到这里工作 如果你对烤肉没有激情 那么他们的味道也会大打折扣 五二烤肉的合伙人刘晓曾是波士顿巴布森学院的留学生 并获得了该校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读书期间因为在波士顿吃不到正宗的烤羊肉串 刘晓萌生了自己创业卖烤串的想法 于是他找到好友作为合伙人 投资了十万美元 用半年时间筹备了五二烤肉的餐车 刘晓介绍说 刚开始卖烤串时 自己是唯一的全职员工 最开始我是自己考自己开车 开餐车 然后什么都是自己做 然后员工发工资 什么买就是进货 自己穿 穿都是自己穿 最开始就是一系列全是自己做 然而餐车出车的第一天便遇到了困难 刘晓尔依然记得自己那天的心情 卡车出现了一些问题 出现毛病了 然后我们就还先去修 修好了已经五点多了 快六点了 那天我们还在Facebook上宣传了很多 就叫了很多的朋友过去 开到那了以后说 咱们应该就开张了吧 就开始了 然后我们把车一停 把炉子打开什么的 然后就有一些朋友就来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给他们考 考了大概二百多串羊肉串 考到了九点嘛 就三四个小时的样子 就跟我们俩累了都不行了 但是我们还挺高兴 就觉得二百多串也不错了 一块五一串 我们那时候三四百块钱 我们觉得如果要就能持续下去 这个一个月我们都肯定不会赔钱 刘晓介绍说 波士顿政府将指定的餐车运营区 设置在市中心治安较差的区域 试图以此改善周围的环境 52考川的餐车就在中国城附近 那是个有名的毒贩聚集地 自己也遭遇过被打击的经历 我们在那个餐车那个窗口那块 有一个放小费的一个土 然后呢我们在那慢慢一个人 就从那个我们的餐车前面过去 就顺手把土拿了拿着就跑 那时候我们俩人就下去了 就看他一直跑得挺远的了 后来那哥们就说 那个说早追了点 他就巴就跑 跑过去以后 我们俩就把他一下就摁在一个车上 摁在一个车上 然后我们就打 然后呢 刚打两架 然后正好旁边就警察 警察就过来了 然后就把他给靠起来了 通过社交媒体 刘晓的考串餐车 很快在波士顿的华人圈出名 同时 刘晓也会在脸书 推特 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上 更新餐车的出车信息 刘晓说 现在几个社交媒体平台 加起来已经有7000多粉丝了 餐车运营了半年以后 刘晓的无二烤肉就开了餐馆 但开餐馆比餐车更加复杂 刚开夜市 刘晓又遇到了没有想到的情况 有很多朋友 也有很多我们以前的客户 大家都来了 那个时候我们整个饭馆都坐满了 坐满了 然后厨房根本就做不出东西了 那个时候特别乱 有的客人可能坐了一两个小时 坐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然后我们就觉得 哎呀怎么办呀 这个事 就每天关门了以后 我们就讨论 就吵 有一次我跟我的那合作伙伴 两个人打下来了 就动手了都 然后 其他的就是 其他的员工就劝 然后劝我们就 大家都很急 都想解决问题 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不知道第二天 就不想开门了都 就无法面对这个现实 然后就每天晚上 十二点关门 我们就讨论一通宵 在厨房里边摆东西 这个东西应该摆在这儿 可能更合理 那个东西应该摆在那儿 更合理 然后就坐在这儿 就画这个 就写流程什么的 就每天都研究 大概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就几乎每天都是通宵 每天都是这个过程 如今 无二烤肉餐馆的运营 已经步入正轨 而且很快将在 波士顿西边的布鲁克林市 开第二家餐馆分店 大概每天 我们的销售额 差不多四千左右吧 四千左右 就是对于这个规模的餐馆来说 就不错了已经 然后雇员的话 我们现在有 大概二十五到三十个人吧 就是兼职全职都算上了 店里的一位美国雇员 还向记者展示了 他在店内墙上写的汉字 以及他的无二烤串涂鸦 刘晓说 攻读MBA学位 为自己的创业之路 打下了基础 我会进行一些 比如说市场分析啊 做一些市场调查啊 这些 然后 对有一个 比较长远的一个想法吧 我可能就是说 现在打算再做参车 但是我已经想到 可能我参车以后 我要怎么去发展 刘晓在念MBA之前 曾经从事过 五年的金融行业的工作 但创业一直是 他真正的兴趣所在 他说 尽管妻子不情愿自己创业 但仍然很理解和支持 他希望我有 以前那种比较稳定的 朝九晚五那种工作 他不希望我自己去 到外面去床 就是 陪他的时间也很少 然后做戏又不规律 但是呢 他也知道 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人 就喜欢 就是来回折腾的那种人 所以 他还是也比较 比较支持 觉得至少适合我 而且他也相信我 接近 刘晓也面临了新的挑战 博士顿的很多中餐馆 也纷纷效仿 卖起了考串 不过 刘晓并不担心竞争 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最近在奥斯那边 开了一家新的餐馆 就是 基本上他的菜单 跟我们连顺序都差不多 我连菜品就是穿的形状 大小都一样 所以就说 也是 对 其实从侧面来讲 是对我们的一种肯定 就是有人觉得我们成功了 他愿意去复制我们的模式 去自己去做 所以我觉得 还算比较成功吧 记者观察到 在无二考川吃饭的顾客 几乎全是中国人 刘晓解释说 自己并没有本土化 却迎合本地美国顾客的 口味的打算 相反 自己就是要坚持 做独一无二的 家乡会的考川 美国之音 初晓 黄峰 特约记者 路易博士顿报道 还不错 挺难的